太平區中山路這處透天明宅 就在稍早下午一點五十多分 突然竄出濃煙烈焰 想去警察人員獲報 立即趕到現場拉水線灌救 兩點零八分就將火勢控制 半個小時內撲滅 消防人員陸內搜尋 就在一樓鐵絕門的旁邊 發現七十九歲的林姓婦人 已經明顯死亡 護牌就是來不及逃生 才會被濃煙嗆暈 最後失去生命 死者五十多歲兒子 幾乎二號趕回家裡 一度難過到氣不成聲 表示自己一早就出門工作 平時和母親同住 母親的身體都還可以自理 沒想到去碰上火警意外 警察也特別提醒 由於進入冬季 氣溫奏降 民眾使用電暖器相關設備 務必要多加注意 而這回火警的發生主因 還有在進一步調查釐清